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会帮子女带孙子。 看起来既能缓解子女的压力, 又能乐享天伦的事,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轻松。 现在的老人啊,退休了不能休息, 在儿女家带孙子,受累又搭钱,这都没什么, 怕的就是出力不讨好。 有一位老人说,如今的儿媳妇, 懂得感恩的又有几个。 另一位老人说,我在儿子家带孙子, 孙子今年七岁了,一直都是我带。 前几天孙子骑滑板车的时候, 不小心摔骨折了,我也特别心疼, 就因为这儿媳妇大声数落了我。 说我年纪一大把, 看个孩子能把孩子骨头给摔断了, 闭着眼看孩子吗? 我知道他是心疼孩子, 气头上说的, 但是那话让我听着, 心里是真难过。 孙子摔着,我也心疼,也自责。 自从我来到儿子家, 就做起了免费的全职保姆。 除了看孩子, 我还要给儿子儿媳一家准备早饭,晚饭。 他们上班后, 我要洗衣服, 脱地, 打扫卫生。 孩子长这么大, 就一直是我带着水。 到现在, 几天了对我爱搭不理的, 不跟我说话, 我决定了, 等过几天孙子好了, 我就收拾收拾回老家。 这些年, 儿媳妇说啥我都忍着, 他们两口子上班, 我想着能帮着带带孩子, 他们去挣钱, 日子过得好点。 但是, 最后还是弄了一身的不是, 心寒了, 他们自己带得好, 就辞职下来, 自己带吧。 我这次, 是下定决心离开了。 还有一位婆婆说, 现在的儿媳妇都是惯的, 一边想让你看孩子, 一边还嫌弃你这不好那不好。 那你既然嫌弃老人, 就别让别人帮你带孩子。 你自己有手有脚, 凭什么让人家无条件帮你? 还得接受你的嫌弃和埋怨。 那你为什么, 不去把你亲妈找来, 去埋怨你亲妈呢? 你这么嫌弃你婆婆, 你为什么要嫁人? 哪个男人没有骂? 哪个妈妈不是含辛茹苦地 把孩子养大, 供她吃, 供她穿, 供她上大学? 清尽心血, 花了大半辈子积蓄, 给你们买房买车, 把你娶回家, 还得被你埋怨, 被你骂, 这是娶的媳妇吗? 这是娶了个仇人。 哪个儿媳妇不会老? 你也有儿子, 推己及人, 也会有儿子, 也会有儿媳妇。 将来你的儿媳妇 也这样对你, 你会怎么做? 都知足吧。 能帮你带孩子的老人 都是好婆婆。 很多儿媳妇说, 那不是帮我带, 是帮她儿子带, 那她儿子的儿子 不是你儿子吗? 互相包容的家庭 才会和睦, 所谓家和万事兴。 还有一位老人说, 在儿子家看孙子期间 得了病, 结果儿子儿媳 从医院出来 就让我回老家, 人老了, 没有用了, 一旦有病了, 没人管。 原本老人帮忙带孩子 是一份亲情, 现在却演变成, 如果你帮我带孩子, 等你老了以后, 我才会养你老。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不帮我, 那等你困难的时候 我也不帮你。 如果每个人 都算计得这么轻, 那一代一代, 你的儿子, 孙子, 也都来算计你。 接下去, 这个社会 还会有亲情吗? 我也比较赞同 其中有一位老人, 他是这样说的, 我也是一位奶奶, 在青岛看孙子 两年多了, 来的时候, 我们就和儿子儿媳 说好了, 不再一起住, 让他们在小区里 单独给我们 租了一间套房, 我们老两口住, 白天他们上班的时候 把孩子交给我们, 下班就来接回去。 晚上我和老伴 吃完晚饭 就出去溜溜弯, 跳跳广场舞, 日子倒也过得自在。 平常儿子儿媳的事情, 他们不说, 我们很少过问, 一般在一起 大多是聊孙子的事情。 至于在育儿方面, 儿媳怎么说, 我尽量就怎么做。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我也会好好 跟儿媳商量。 现在孙子两岁半了, 明年上幼儿园了, 我跟儿子儿媳 商量好了, 等宝贝上幼儿园之后, 就让他们 自己想办法接送。 我和老伴 打算回老家养老去, 想孙子的时候 就随时过来, 孙子想我们, 放寒暑假都可以回去。 家本来就是 爱的港湾, 不是说理的地方。 年轻人有压力, 老人能帮的时候 就尽量帮一把, 但前提是 让自己身心愉悦, 打心眼里愿意帮。 而作为儿女, 能帮你看孩子的老人 一定要珍惜, 他们放弃自己 休息的时间 来帮你带孩子, 是勤奋, 不是义务。 当然, 更不存在 要受到任何的威胁。 人和人之间 只要有威胁了, 那亲情 也就慢慢不在了。 如果说 一个儿媳妇 能说出 你不给我看孩子, 我就不给你养老, 基本可以断定, 就算老人帮他来带, 在老人需要他照顾的时候, 他也不会是打心理 去孝顺老人的。 所以, 我的观点就是, 如果再有人 对你威胁, 那就立马走人, 过自己的舒心日子。 退休老人 帮子女带孩子, 有必要拿出 自己的全部退休金 帮衬他们吗? 很多时候, 我们说不要再啃老了, 毕竟老人手里 也只有那点 微薄的退休金, 可还是会有 很多的年轻人, 经常是一边 让自己退休的父母 帮忙带孩子, 一边还让他们 用自己的退休金 帮衬自己。 有的年轻人 知道感恩, 会用行动和语言 来表示 自己对父母的感谢。 而有的年轻人 觉得这是老人 应该做的。 谁家父母 不都是这样做的呢? 觉得老人的付出 是应该的。 而有的老人 也觉得子女生活不易, 自己老了, 也没有多少欲望, 花不了多少钱。 能帮子女一把, 就帮衬些吧。 反正以后 自己走了 也是他们的, 趁着他们需要 拿走好了。 院区里的 六十五岁的赵大妈说,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 老伴六十八岁了, 我们去年 从儿子家 回到自己家 安度老年,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确实跟我们那一代 太不一样了。 我们还是要学会 爱惜自己, 善待自己, 他们年轻人的生活 让他们自己过去吧。 我儿子和儿媳 都是事业单位的, 收入水平还算可以, 一个小孙子 今年已经上小学了。 我和老伴 是在儿媳怀孕的时候 去的儿子家, 当时儿子的婚房 是我们和亲家 商量着拿钱付的首付, 想着让他们年轻人 自己还贷, 可能是我们老人心软, 他们一哭穷, 我们就会帮衬一些, 这样到了最后 成了我们四个老人 帮着还房贷。 我们最初到儿子 那里的时候, 有很多的地方不习惯, 作息时间, 生活饮食, 还有一些观念 都跟儿子儿媳之间 差着距离, 总是彼此忍耐着, 也会有忍不住 想唠叨的时候。 老伴跟我商量 还是分开住得好些, 这样彼此的美好 还能够维持, 如果天天一个屋檐下 闹僵了彼此不开心, 我们就在儿子的小区 租了套小面积的房子住, 儿子儿媳 每天把孙子送过来, 晚上再接回去, 有时候, 亲家想孩子了, 也会把孩子 接到他们那里待几天, 我们老两口就算放假了, 我们会出去走走看看, 也享受一下 自己退休的生活。 其实, 退休了帮子女带孩子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带好了你是应该的, 带不好就等着 看儿媳的脸色吧。 老人已经把自己的身心 都付出给了子女, 可他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到, 甚至还有的在埋怨, 嫌弃。 跟我们一个小区 带娃的小姐就是这样的, 每天除去带娃, 还要做饭, 做家务, 有时候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儿媳回来看到孩子折腾, 还要说小姐没有带好孩子, 还会在小姐面前 说别人家的婆婆 怎么好怎么好, 让小姐的心里 很是不舒服。 小姐跟我唠叨说, 帮儿子带娃, 不但不给我生活费, 还让我每月把自己 仅有的两千多的退休金 都搭进去了。 就这样, 他们还嫌弃我给予的少。 我就有这么点, 我还能怎样的呢? 每次听到小姐的话, 我的心里都非常的难过。 我们都是退休老人, 本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 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帮子女带娃。 既没有辛苦费, 还要倒贴, 最主要的是得不到尊重。 这样的日子, 对于老人来说, 真的太难了。 我和老伴每月的退休金 加起来有八千多, 最初的时候, 我们还每月拿出两千 给儿子帮忙还房贷。 后来我们知道了 他们小两口的收入后, 我们决定不再给他们了, 我们要把钱存起来, 以备我们再老些使用。 一开始的时候, 儿媳还是不理解我们, 觉得我们做老人的太抠门, 跟着他们在一起, 怎么会有事情不管的呢? 后来, 亲家住院需要一笔 不少的住院费, 需要先垫付再报销, 亲家手里没有那么多, 就跟儿媳商量, 儿媳跟儿子商量, 还是没有那么多钱。 我跟老伴知道了, 拿出自己的存款跟儿媳说, 你先拿去给你母亲 交了住院费吧, 等以后报销了, 再还给我们。 一件事情让儿子儿媳 还有亲家知道了, 自己手里没有些积蓄 是不行的, 人到老年, 谁知道哪天就需要 用到大额的资金呢。 所以, 老年人存钱也是很有必要的。 就这样儿子儿媳也知道 节省着花钱, 也学会了存些钱, 我们也就不再帮衬 他们还房贷了, 他们从心里也认可这件事情。 其实, 我想说的是, 老人都爱自己的孩子, 是那种无私全身心的爱孩子。 可到了老年, 还是要学会适度地自私写, 多为自己的未来想想, 不要觉得现在自己把退休金 都帮衬了孩子, 大家都开心。 真的哪天到了需要花钱的时候, 彼此手里都没有钱,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会着急, 也会做出些不理智的事情, 到时候再回想自己 没有存下养老钱, 后悔就晚了。 爱孩子要讲原则, 不能一味地顺存孩子的意愿, 那样不是爱, 是在毁孩子。 年轻时吃点苦, 有压力, 才能够激发他们更好的打拼, 更好的去为生活而奋斗。 如果他们一直都不愁吃, 不愁穿, 那么时间久了, 觉得父母无所不能, 那么他们就慢慢地 被爱自己的父母宠坏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